经营台中广山搜购百货的广山崇光公司 经爆遭投空18.9亿元 日籍负责人袁岛荣医设备信备诉 原因和袁岛荣医想投资高铁娱乐城有关 为了要拿到更多钱 他增资发行特别股市反悔不收回 想规避支付3.58亿元 删自转移百货经营城和股市 股东新送法院判广山崇光 因给付4间担任股东的公司3.58亿元 袁岛一审宣判前就严判 可能败诉恐将给付3亿多元嫁金 还可能被强制执行查封资产 因而和陈信前总经理 谢信财务部副总经理 共谋逃空广山崇光 将资产转移到广山集团其他公司 检调分析金流发现广山崇光营收 自2022年9月起巨额下降 第一崇光则大幅上升 到2023年12月为止 广山崇光刷卡机收入近829万多元 第一崇光高达39亿多元 检调查出袁岛和谢信副总将 广山崇光持有13亿元的 第一大国际公司股份 以假买卖转移至第一崇光 连同百货5.64亿元营业收入 共掏空广山崇光18亿9千多万元 袁岛和共犯等三人均认罪 检方认定三人损害公司资产 设备信罪 考量均以和解 缴回不法利益 予以三人还起诉两年 但是袁岛要支付公库一千一百万元 那新闻综合报道